讲大午酒啊 我讲大午酒的事好吧 讲完之后我就今天就到这 别的我就不聊了 河北那个徐水县 就是河北的保定市 下面有一个徐水县 徐水县下面有一个郎武庄 我去了他家好几次 我去了他家至少三次 这个孙大午呢 他最早是做养猪养鸡的 做完之后又开始做鸡食料 开始做水厂 开始做就慢慢的一点一点延伸的 他弟兄三个一起创业 后来呢 他家呢有很多客人 又开始做了酒店 又开始做了旅馆 然后后来招待客人的时候 发现请人家喝茅台 五两页又太贵 后来他发现要不沾自己 办个酒厂吧 办个酒厂他办最好的 然后他就收购了一个 以前给五两页供应酒的酒厂 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以前在那给五两页 给茅台都有很多那个小点的酒厂 给他们供应那个原酒 他收购了这样的一个酒 第一他兄弟几个要喝 兄弟三个 他能喝酒啊 是那五先生现在应该六十六岁吧 六十六六七 他刚过了六十六生日 他年龄比我大不少呢 但是他喝酒比我能喝啊 他可以每顿都喝酒 我他喝过几次 非常爽快的一个人 很直爽的一个人 不怕得罪人人 然后他就弄弄弄弄弄 做了这么个酒 他的酒和五两页 芒车你是车不出来的 但是他的酒就 他的价格只有五两页的三分之一 大概两百块钱一瓶 三百块钱一瓶 那听见完了 芒车你是喝不出来 因为他是一样的酒嘛 五两页也是类似这样的酒厂 然后他的名字呢 就叫大吴 因为他叫孙大吴 他用他的名字 你知道也还有一个 你看很多企业用他个人的名字 包括还黄明太阳能 你会发现 他敢用他的名字的老板 一般心里有底气 为什么 他要真搞假 你把他给骂了 还有的是 用到姑娘的名字 你会发现他更不敢搞假 那个把他姑娘给骂了 所以孙大吴用他的名字 你用他的名字做 那么你用假酒不就毁了吗 吴是中吴的吴 中吴的吴 所以他的名 他的酒的名字叫大吴两叶 你看道理说 他自己做酒 自己朋友喝 自己喝 然后卖的又便宜 他又不做广告 就是谁爱买谁买 比如他的好朋友 一定制就很多 因为他比便宜三分之一 都自家人客气什么了 就是自然销售嘛 反正我的很多学生 我带他去参观 都买老多老多 你喝不挺好的嘛 结果他奶奶的五粮液受不了了 为什么五粮液受不了呢 因为五粮液的酒叫五粮液 他结果孙大吴酒 叫大五粮液 五粮液受不了了 关键是他用那个五 不是那个五 五粮液的五是一二三 是五的五 是吧 他那个是中五的五 他和你八个人搭不着 我两叶非要闲的蛋疼 说这个大五粮液欺负他了 那明白了吗 那不又毛病吗 结果把大五粮液给告了 这个孙大吴 你问这个 保定的同学 河北同学 你知道 这伙计是不会送礼的 这伙计是从不送礼的 而且有一次 他的员工给他送礼 送了六万块钱 他让人给要回来了 他明白了 大概是事里没办成 结果他非要给他个命令 你给我要回来 结果大概是六万块钱 应该要回来五万块钱 就是你没有见的 你很少很少见过这么政治的人 如果你没有姓孙的 可得还联系啊 他弄了个老大的孙氏 孙氏食堂 我去过 他弄了个孙氏加酒 他这个性格又这么耿直 他才不怕你告呢 结果在中国 你知道 发官他一个本能 吃完原告 吃味告 结果 医生 在直播中院 输了 据说 私下的时候 有某人暗示过 你怎么再给几万块钱 人也都给了 你不给能行吗 孙氏大夫不给 不给很简单 输了 在山东地 能明白了吗 输了 说孙大夫不服气啊 就是继续上述啊 到高院 高院认识 那我就有理由啊 我六十多了 我的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我什么时候侵权你呢 我来说流氓 我来说 你们大夫没亲户 你良也侵权了 那我更服气了 那良也怎么会侵权呢 宋和良也 什么良也 全国都是一百多个良也呢 后来高院的发官说 这样吧 你不是说有很多良也吗 你把那良也都给我收集 收集有多少 这哪我给他弄了一百多个 高院说 你有道理 结果他就赢了 他把无良也给告赢了 那明白了吗 结果是那我什么也没吃亏啊 结果他的大无良也 结果出名了 那明白了吗 好玩吧 所以是那我 这个很有底气 他又自学过法律 他不怕 他真敢干 他直接在法庭上给人辩论 然后我是不敢的 这个就高赢了 高赢了 他很赚便宜 顺大无的原话是 你一大象 我一小蚂蚁 你闲得淡疼 你非要和我过不去 你有病吗 结果无良也 他妈郁闷 受不了 你知道 他妈有毛病吗 无良最后奶奶呢 你弄个大无良也 我也弄个大无良也 他那个无是 就是那个 一二三十五的五 那听明白了吗 他非要搞个这么 你不有病吗 你无良也 多好的一个商标 那个那个那个 你非要弄个大无良也 和他对毒干 你看他俩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机的嘛 对吧 好吧 所以这个就到这 我做个总结 好吧 有机会我给你讲 他进中南海的事 他进中南海讲课的事 孙氏家酒也是大无酒厂的 是的 他是一样的酒 好吧 大无良也 他那个孙氏家酒 和他是一样的酒 就是你们有姓孙的同学 是可以和他家的酒的 他每年有一个孙氏什么大典 我去过一次 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去 好吧 反正很好玩 经常听他打官司 这两天打官司又打输了 今天又打什么官司呢 又打输了 他经常打输 他认为输赢不重要 先告他重要 土地局啊 什么 什么宗教局啊 反正有道理他就告 他那个 我给你看看啊 金氏投票上有 金氏投票上有 这个名字我会看 他是题目是 一轮即时 大乌集团 起诉农村部 应该是以前农业部吧 一神败树 很多同学说 你就是一轮即时 你一个草根企业 敢起诉农业部吗 然后败树 但你经常干这事 有一次没说啊 我讲讲讲这个 我相信这个很好玩 就就那个什么呢 就是给我们展到发力知识啊 也让我们过瘾一下 他修了一个类似这个禅房 就是那个 打坐的那个 讲过学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小院子 同时也就像纪念他母亲嘛 结果有一次 那么宗教局的人 砰砰砰过来了 把院给他封了 说他什么非法经营 孙大伍的山地呢 叫孙振华 孙振华以前当过镇长 他懂这事 那个宗教局的副局长 带一帮人过来给他封了 因为这么过去 都把老百姓都给吓唬住了 但是他山地呢 当过镇长他懂 他就带着那个 那个宗教局局长说 你们过来有自发症吗 所以那帮伙计说 哪有自发症啊 那帮伙计流氓惯了 哪有啊 他摸了半天 摸出来我工作这 那一般这个工作症 就把老百姓给唬住了 但是那会他山地 当过镇长他懂 他说你们今天 是过来自发的 不是砍工作的 你的自发症在哪 你没自发症 你是非法自发 你影响我正常经营 然后直接号召他的员工 把那个宗教局 那几个伙计给扣下来了 你违发工作 然后干涉我经营 我先把你扣下来 把你跟局长叫我来 然后你在他家的地 他不把你扣下来 不太简单了 你违发在线嘛 把他给扣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他的局长过来了 过来道歉 带着他的执发症 道歉 就算是不了了之 你说这事 他难道我们不懂啊 你要来几个 什么官员吓死我们啊 他家不 大家看你有没有道理 当然还有很多事 我就不说了 包括他进去 那个是涉嫌非法集资 那个是天大的事 有机会再给你们说 看新闻中 肯定和你不一样 和你一样就乱套了 我们接着做一个总结 我就不聊了 为什么讲酒 这个事呢 他对我们有启发 这是国内好多朋友啊 做他的代理 他虽然在河北 就是跨省 跨好几个省 做他的代理 我讲这个 不是你胡讲的哈 我的落交点在下面 就是这个经济下行 一定是个趋势 在经济下行 未来我们草根企业 唯一能活着的 就是做高性价比的产品 而且还要有品牌 孙大午 你会发现 做这个酒 你会发现 第一个 是不是高性价比 五粮液的酒 大午的品牌 大午 有个人信用 做担保 但是价格 只有五粮液的三分之一 比三分之一都低 你说还愁销售吗 各位 除非是陌生人 你吹牛逼 你要面子 请他真喝 真无良夜 喝茅台 你要是自家弟兄们 喝他的酒 包括各位 我有给你讲了讲 孙大午的案例 你说说那个 喝酒喝的是什么 各位 喝的是情怀啊 喝的是男人啊 喝的是脊梁啊 怎么不可以呢 所以我带了很多同学 去他聊完之后 就家里 他公司的常年订酒 就订他的酒 好吧 就不管怎么着 我那个 不是给他卖 不是给他卖酒 给他卖酒 不是这种的 我通过这个酒的案例 给你们谈一个启发 就是未来我们 炒跟企业相活着 你们一定要关注一点 就是品质特好 价格极低 低得像游艺库这样 面向更多的大众 群体面向老百姓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没钱穷人太多 但是穷人老百姓 也需要优质的产品 好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把品质做好 把价格降低 因为未来真的 未来活着 会越来越难 我们唯一想做的 就是活着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 让你们知道这个事 那讲他的故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通过这个案例 想告诉你 我们未来的生存机会 哪些 就是面向日常消费品的 高性价比的产品 才有未来 好吧 因为你这个 有的我们 就是老 一定会 我们的收入都会降低 生存都会越来越难 其实你可以理解 各位玻璃多小 但是要有品牌 好吧 要有品牌 而且品牌里边 有你的情怀 这是更好 为什么太多的人 知道顺大吴 那个一定会喝他家酒 各位 喝的哪是酒呢 喝的是人生啊 对吧 喝的是良心的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 就是你的产品里边 必须要有你的故事 你说酒本身 他不就是兄弟之间 谈感情 谈气氛的吗 酒本身就没故事 喝什么酒呢 是吧 喝喝人家的酒 然后再谈谈 我们的故事 不可以吗 一样的事 好 今天我就聊到这吧 因为中间被收拾了一会儿 我多聊了一会儿